上任一百天親子日活動 不公開給採訪 少了媒體在場提問 面對小朋友壓力小多了 做總統以來 對這麼多人講話 而且這麼吵雜的一群人講話 倒是第一次 得非常的熱情 給我很多的鼓勵 看起來你們比較像是加油團 蔡總統的確需要加油 民調支持度 瀕臨死亡交叉 施政作風 造就結果 不願到第一線 腳印還被取神隱少女的封號 我媽 爸爸 動畫神隱少女 主角千尋誤闖的一小鎮 父母貪吃變成豬 蔡英文筆座千尋 各界還真的重力 尋他千百度 只見神隱大法發功 正義話題 從太平島降格 就駕大使惹議 總統都沒有出面直線 幕僚不曉得是 愛他還是害他 但哪一些議題上面 即便被罵 可能你也要出來講 否則的話 可能只會被罵得更慘 不喜歡被說馬英九2.0 但馬前總統施政或許能當借鏡 2008年上任前 馬英九就宣布退居第二線 結果二線總統 民調在百日內暴跌兩成 蔡英文步上後塵 比二線更徹底直接身影 如果有不周延的地方 那我們也一定會及時的檢討改進 有錯就改 對的事情就會堅持去做 過去被稱古木派小龍女 非典型特色吸引選民 但當選總統 卻繼續自閉逃避質疑 誰以效果如何 民意給了答案 記者成績安利家園 台北報導 記者令人